不過焗器這邊的烤鴨 普遍我自己覺得是燒得比較嫩的 這次我來試試它的肉是否仍然這麼嫩 它的鴨肉真的是我暫時吃過 這麼多間以來最好吃的那一隻 它的荷葉餅真的做得非常薄 真的比我的臉皮更薄 今天就帶大家來非常多食物的前門大街 來吃一種來到北京一定要試吃的 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地道食物 就是我手上的這些爆肚 什麼是爆肚呢? 簡單來說就是用水煮的養肚或牛肚部位 在 menu 上面其實有不同的部位可以選擇 不過我就會特別推薦大家來吃這一樣名為羊肚人的食物 當然每隻羊可以切出來的部份是非常之少的 所以這碟東西也是特別珍貴 雖然這碟東西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多 但這碟東西是要整百多元的 由於只是八燒 所以吃之前還可以點一點麻醬一起吃 這碟東西是非常好吃的 這碟東西是非常好吃的 很爽脆 覺得你很好吃 很爽脆 剛才也有說到 其實這裏是有不同的部位的 因此我這次除了這個很珍貴的羊肚人之外 還點了這個羊散丹 其實就是羊的白葉 同樣也是夠新鮮 因此也是非常之爽脆的 不過我自己始終都是比較喜歡土人多少少 加上土人是比較厚身少少的 因此咬下去就會咬到一種 外脆內軟 兼且帶一點點Q彈的口感 非常之爽 另外吃飽肚有一件事是必須要注意的 就是一定要趁熱勢 加上飽肚一凍了的話 就會開始變硬 而且會有一股酥味彈了出來 所以我還是不要說那麼多了 吃完就算了 以狂風素樂業的姿態 就吃完整片爆肚了 現在就來評論 剛才點的這碗麻醬 老實說 爆肚這食物是北京很多理方 都可以吃得到的 不過為什麼會選這間爆肚鳳梨食呢 加上一間它的麻醬是非常之出名 不單是可以吃到很重的芝麻香味 裡面還跟著傳統的做法 加了其他配料 當中還包括醬豆腐 我吃起來就覺得有少少似 烏魚的味道 因此這裏的麻醬 真的是我暫時在北京 吃過最好吃的麻醬 吃飽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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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第一集 都有跟大家說過 我來的這幾天 就遇到兩會期間 因此天安門廣場 在這幾天就封閉了 而且附近的保安 明顯是加強了很多 在街上 周旁你都會看到一些警察 甚至可能是軍警在這裡暫光 在一些大路口 甚至有些警察 爛住了 要求經過的人 必須要出示證件 才可以經過 結果我從前門大街走到故宮門口 足足要出示證件 三次 而走到國家博物館 就要經過一個安檢 兩年前我來過 那時候安檢大約只是兩三分鐘 就已經完成了 不過這次明顯是複雜了很多 安檢就做得仔細了很多 因此就導致 只是排隊排安檢的一條隊 都排了很久 剛剛排了差不多三個字 才完成安檢 再加上天安門廣場 人民大會堂 這些景點 在這段期間 就暫時關閉 因此似乎 兩會期間 並不是一個 適合來到北京玩的時間 剛才也跟大家提及過 我兩年前 都有來到故宮 這裏 跟大家拍片 為何這次 還仍然進來這裏 加上一次 打算幫大家 拍攝那一間 死怪民福 所以那時候 其實未走完整個故宮 就已經走了 當中就包括 在故宮裏面 另外兩個 需要獨立收費的展館 珍寶館 和宗標館 兩個館 都要另外收10元 即是說如果你走完兩個館 再加上故宮的話 總共的價錢 是60元 兩個館有什麼 先說說宗標館 顧名思義 即是擺放一些 真奇有趣的宗標 不過老實說 整個館並不是很大 而且裏面的宗標 也沒有太多詳細解釋 所以如果走得快的話 其實整個館 大約10至20分鐘 就可以走得完 相反 珍寶館就多東西看 很多 裏面就放了很多 故宮珍藏的奇珍異寶 特別是 有些肉器的欣賞價值 絕對不會低過 在台北故宮博物館 裡面所擺放的 豬肉和白菜 甚至還可以看到 當年慈禧太后 推真飛進去那個井 即是真飛井 這次我就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對宗標那方面 沒有太大興趣的話 其實宗標館 就真的可以不用去 不過真寶館 如果有時間的話 都盡量 可以抽空走一走 因為10元街 絕對是非常值得的 去完故宮之後 就坐了幾個地鐵站 來到王府井 就想著 大家賺錢 現在兩年前的北京片 就曾經跟大家說過 那一次我就在北京裡面 試吃過三間烤鴨餐廳 而在第三間吃到的烤鴨 是我在那一次北京之旅裡面 吃過最好吃的烤鴨 不過奈何兩年前的北京片 越出的觀眾就越來越少 有一次結果就沒有出到 所以那間烤鴨餐廳 結果都沒有跟大家介紹 有一次 今天就來這間餐廳 再跟大家介紹 而這間餐廳 就是 烤鴨 烤鴨其實是北京畫 意識是 個人很有義氣 由此可見 這間餐廳 其實是一間 很著重北京本土文化的餐廳 我在兩年前 去過他另外一間分店那裡試吃 那時候 他那間分店裡面 裝修也都佈置到 很有北京的本土氣色 而我在這間分店就發現 每一隻碟上面 都有寫到一些 地道的北京畫 不過在介紹烤鴨之前 我就想先來試吃這個 我上次沒有試吃到 不過我就在這間分店的 大眾點瓶上面 就發現 這間餐廳的排名 比烤鴨還要高一點 這道菜上菜之後 你會發現 整塊東西 好像整個瘦土的樣子 那它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是杏仁豆腐 那吃之前 據說就是要在這一道 大大力拋下去 拋碎它 中間夾著那些 才是杏仁豆腐 好 很輕易就把它拋開了兩半 然後入面的杏仁豆腐 在這裏朗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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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 好像很棒 斷鼓吃下去 應該會像我臉一樣的滑 好了不要說那麼多 先試試 好棒 入口即溶 而且是非常之重的杏仁味 布甸的質感 真的很滑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可能由於它想做到 比較重的杏仁味 因此吃下去 你還會仍然吃到少少杏仁火粒 剛才發生了一些小意外 所以就換個位置 再來繼續跟大家介紹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說說那隻烤鴨 不過首先 先聲明 焗氣這裏的烤鴨 我裝過它的廚房 並不是用傳統的方法 用果木來消滅 不過為什麼我在上一次的北京之旅 都仍然覺得它這裏的烤鴨 是我吃過三間之中最好吃的那一間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這裏的烤鴨片是皮歸皮 肉歸肉 因此對於我這些喜歡吃皮的人來說 就可以吃到最多份量的剩皮 但老實說 今次這隻 我覺得水準 就沒有我上次吃過的那一隻那麼好的 上次吃過的那一隻 真的非常脆 咬下去是鮮鮮的 今次這隻 就好像火喉 差了一點 沒有那麼脆 但吃下去 仍然是非常香的 油脂香味 不過焗氣這裏的烤鴨 普遍我自己覺得 燒得比較嫩 這次我來試試它的肉 是不是仍然這麼嫩 它的鴨肉真是我暫時吃過 那麼多間以來 最好吃的那一隻 一來鴨味很重 二來完全沒有鴨鬚味 三來的口感非常之嫩滑 另外它吃下去 又沒有悶爐蝦鴨 那麼油膩 就稍微比較清爽一點 吃多幾個都不怕漏 而對於四季文福來說 它也沒有那麼粗糙 吃下去是很嫩滑的 而第三個優點 就是它的鴨魚餅 真的做到非常之薄 真是比我的麵皮還薄 有時候加上肉一起吃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裏的皮 是完全不會有圈奔奪煮的感覺 就算用來包住肉的話 你仍然會覺得 自己主要在吃的 都是肉 不會覺得好像整個嘴都是皮 然後你來看看 是不是? 我的天啊 絲 你敢吃 你敢吃 我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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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吃 我敢吃 我敢吃 你敢吃 我敢吃 你敢吃